第十八題 一恩沿著正六邊行花圃邊長行走 由A點依序經過B、C 最後到達D點、珠點 花圃邊長均為1公尺 共花了10秒 則一恩的平均速率和平均速度的大小 分別為多少公尺 如果要算的是平均速率 那我們要走的算是它所實際上走過的路徑長 實際上所走過的所有的距離 所以呢 這邊走了1公尺 這裡走了1公尺 這裡走了1公尺 所以總共走了3公尺 花了10秒鐘 所以答案呢叫做0.3 所以平均速率呢是0.3 那麼位移呢 位移就要從A算到珠這邊的長度 叫做我的位移的大小 在數學上我們可以知道 這邊是一個所謂的正三角形 所以這裡邊長1公尺 所以這裡也是1公尺 所以同理呢這邊還是1公尺 所以它總共走的位移的大小呢是2公尺 所以2公尺除以10秒鐘呢叫做0.2 所以它的平均速度呢是每秒鐘0.2公尺 所以第18題問我們說 則1n的平均速率和平均速的大小分別為 每秒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0.3跟0.2